据大陆媒体报道 湖北荆州58米高的巨型关公像 被称为是全球体量最大的青铜雕像 被中共驻建部通报 春期破坏了古城风貌和历史文脉 在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上指出 湖北荆州关公雕像是违章建筑 据悉关公青铜雕像于2021年9月开始进入了拆除阶段 旅居德国著名水利工程学环保生态学专家王威洛博士 最近撰文题为关公的命和四川的运 文章以史为戒 讲述了四川今年发生的多重天灾 看中国记者就此采访了王威洛博士 王威洛博士首先指出 人们可能会比较惊讶 怎么关公的命和四川的运有什么关系呢 这其实是我那段时间的时候做梦梦见的 我为什么会梦见这个事情呢 981年的时候我们在三峡地区搞国土规划 我们有两个同学呢 他们接到的任务呢 是去恢复当时是宜昌地区当阳县的一个很大的寺庙 叫玉泉寺 这个寺庙呢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呢被破坏得很厉害 里面已经什么佛像啊什么也没有了 这个大雄宝殿里面就空荡荡的就这么一个建筑 这个寺庙里面呢也什么东西也没有了 长得是荒草啊 那两个同学在那里做玉泉寺的和恢复的这个规划 这是我们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也就去看了 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吧 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地方住 我们就住在这个大雄宝殿的这个角落里头 找了几块木板 搭了一张床 但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是带着蚊帐的 如果没有蚊帐的话 根本就不能入睡的 那个蚊帐太多 如果你去找中国湖北当阳玉泉寺 你就会知道那是关公险盛的地方 晚上啊 在那个玉泉寺的这个大雄宝殿里面 整个空荡荡的那个大雄宝殿很大 里面什么也没有 你就看着上面的屋顶 想着那个关公险盛呢 因为关公是头啊 被这个孙权送给了 曹操了 这个头呢是埋在这个洛阳的 当时这里的一个法老 他看见这个关公险盛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没有头的 骑着蚊帐马 拿来把他打倒 李布什了以后给了关公了嘛 他的蚊帐马 当时关公被抓起来的时候 蚊帐马就被孙权赏给了 就抓住关公的这个人了 蚊帐马最后不尽量 不吃就绝水而死 所以蚊帐马在那里也是 当作是盛了 已经是成仙了 包括他的儿子关平 包括给他提大刀的那周昌 周昌是自杀的 关平是和他一起被抓杀死的 在那个玉泉寺里面 关公险盛的地方 在这个院子里头 但是呢 当时呢都已经被破坏了 我们在三峡地区 做国土规划的时候 听到最多的 也就是三国的这个故事了 比如说像什么火烧联营啊 那就是发生在宜昌 因为关公被孙权杀了以后 刘备就起兵来讨伐孙权了 带着兵出了三峡 住宅在宇昌这里呢 最后呢 中了这个孙权的记忆 他的这个兵营呢 都被火烧了 刘备呢就一路逃 逃进三峡里面 到了白地城呢 最后他在白地城死了 所以有白地城托屋 他把他的儿子 托给了诸葛亮啊 三峡地区呢 都是充满了 这个三国的故事吧 今年八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四川人 他就写了 他就说我们成都啊 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啊 灾难不断 二月是过年 三月份是疫情 四月份是疫情 五月份是地震 六月份是疫情地震 七月份是疫情 八月份是疫情和高温 九月份是疫情和地震 当时他还没有记录下的 那个炉定地震 他就说这个四川 2022年之一年 灾难不断 九月五后的时候 就发生了炉定地震 炉定呢 就是在大渡河边嘛 王维洛博士 在采访中提到了 《中国第一个写 中国地震》 这本书的教授 叫李善邦 在李善邦 他在讲述中国地震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 中国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的一次地震 那是在公元前 七百八十年的一次地震 周朝的时候 周幽王二年的时候 在陕西发生了一次大地震 那次的地震的范围很大 就主要是影响到 陕西和河南的三条河流 陕西的一座山 叫齐山山崩 就像今年的时候 这个大渡河边的 这龚岸山脉 塌下来的那个 很可怕的这个样子 这个山崩 那么当时周朝的朝廷里面呢 设有专门的来解释 各种就灾难啊 意象的这个官员 叫做史官 他和历史的史官一样的 这个史官的名字呢 叫薄阳富 他说这次大地震呢 是亡国之兆 他说夏朝亡的时候呢 就因为是 一落河酷竭 亡河酷竭呢 是商亡 他就说 这是老天抛弃了 夏朝和商朝 李善邦教授呢 他解释说呢 这段话呢 说得很清楚 他道尽了这个 天地人之间的 关系的这个玄妙 使人不敢加以可否 就是周幽王十一年的时候呢 周幽王呢 果然呢 是被犬戎杀掉 周朝就灭亡了 李善邦教授说呢 这个史官呢 他提出的一个是天戒论 就是老天给你训诫了 就警告你了 他说这种理论呢 一直被后人所利用 直到现在流传了数千年 那么为什么周朝的时候 他会专门会设一个 这样的这个官员啊 这么一个制度来解释天灾 那么我们就要回到 益中天教授他所解释 他说当时呢 就是周朝啊 这个周武王和周公啊 灭了这个商咒 夺取了天下 那么周朝掌权的话 他有一个执政的正当性 就凭什么你来当皇帝 凭什么你可以把人家灭了 他当时呢 周公和周武王呢 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理论 就是说用这个周武王啊 他的道德高 所以呢上天呢 就选中了他来统治中国 所以呢就当时呢 周朝呢就提出了这个 以德治国的这么一个理论 那么治国的话 他治得好呢 就是风调雨顺了 老百姓是安居乐业 而天灾的频繁出现 就是说选定你当皇帝的 那个老天对你不满意了 对你发出这个警告 所以呢 周朝的时候呢 就专门就设这个官员呢 来解释这种天象 最后到了周幽王的时候呢 这个使官也没办法了 就是说按照他以前的这么解释 解释下来的话 那就是周朝该灭亡了 就是说李善邦教授所说的 这是一个天前的 或者是天界的这么一个理论 这是我们前面先打的这个底子 就是说到后面我们来解释 为什么四川今年的这个灾害这么多 王威洛博士还谈到了 关公在中国文化上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历史地位 关公其实是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武将 他和刘备什么桃园三结义啊 这么的一个战将嘛 但是呢 在中国的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呢 关公呢 就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圣人 一个地 你看官地庙 或者说官公是一个武圣 中国的文圣是谁呢 是孔子 就是说文人是孔子 在孔庙 其他的打仗的 做生意的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人呢 都是供的是官公 在宋朝以后呢 就兴起了供奉的是官公 儒教里面说的是 仁义理智性 对于官公来说呢 他是七个道德优点 前面再加上忠心耿耿的忠和勇敢的勇志 那忠勇仁义理智性 所以呢 官公呢 就成为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楷模 这个官公他在湖北的荆州 当过这个总督吧 他是镇守荆州和这个襄阳呢 在那里担任了九年了 刘备的蜀国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的呢 就是从关于被杀开始 历史就是这么写的 在三分天下 最后呢 这个蜀国呢 就被芝麻岩呢 给灭了 荆州的历史上呢 也叫过江陵 也叫过沙斯 就是我们每次遇到这个长江洪水的时候 我们都会听到这个沙斯的这个洪水水位多少 这个沙斯呢 永远是在长江中下游防洪的时候呢 它是最危险的一个地方 据大陆媒体2014年的报道 当时的荆州市委和市政府决定 在荆州建立一个大的关公公园 叫义园 关公不是讲义吗 占地呢 200多 很大 上面呢 要建一个关公的像 关公的像呢 连着下面的底座呢 一共是58米 一个铜像 这座铜像 有多少重呢 1200吨 你就想想啊 58米高 1200吨重的一个塑雕像 外面呢 是用就是青铜 这个板给镶起来的 据说呢 关公的像呢 花了1.7亿元人民币 整个公园呢 花了15亿人民币建造的 当时呢 请来了中国的最好雕塑设计师 他来设计 他来亲自给做的 那么2016年的这个时候呢 关公的这个一元呢 就开始了 58米高的这个关公像呢 如果你在长江两边的 这个游船过来的时候呢 你都能看到这个关公 这个像 好像是关公是保护着 这个荆州的这一块土地 2020年的时候 不知道抽了什么金了 不知道什么东西不对了 说是要把这个关公的像给拆了 拆要多少钱呢 拆好像也要1.3亿 还是1.5亿吧 大概 反正就是建一个拆一个 大概总共花了3亿元人民币 荆州市的这个GDP的这个增长里面呢 起码就增加了3亿元GDP 最后落下的什么东西呢 什么也没有 建了又拆了 等于是个屁 拆的时候呢 把他的脑袋就给拆了 脑袋给去了 其他都剩了 如果你到网上去看的话 你就会看到一个 58米高的去掉脑袋的一个关公像 我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 我当年在当阳玉泉寺里面 晚上做梦的时候 昨天的那个没有头的 关公那个骑着出土马大的刀的那个样子 我就想这个东西不是好造啊 就是说他2016年的时候 当时关公园开幕的时候 去了的是有什么湖北省的这些领导啊 有荆州市的市委书记 市长啊什么都去了 而且那个设计师呢 他也亲自发表了讲话 他也很激动 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雕塑 这个特别是关公的雕塑 到了2020年的时候 怎么说这个关公的雕塑是伪装建筑 说没有经过审批 你占地200多亩的一个公园里面 树一个这么高大的这个关公像 你说没有在市长的这个办公会议上通过 那是在中国的这个行政规划里面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都是经过批准的 王维洛博士进一步谈到 到底是谁看了这个关公的像 那么不感冒呢 根据中共官方的报道 说是建设和住房部发了一个文 还有说是中央督导组 到湖北去考察的时候看见的 其实呢 这是2018年4月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到山峡去市场 然后坐船一直到了荆州 然后再继续往下列的到武汉 他这个路上在荆州呢 停了一天 他所看到的 他很不感冒 为什么就很不感冒 他就是说到底你老大我老大 你是胜还是我是胜 你是弟还是我是弟 中国的很多事情你无法解释 你比如说他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 浙江的温州地区 热南地区是中国的基督教传播最广的地区 那里的这个教堂多得很 村子里面都有教堂 但他过去的时候 他就看到那个教堂的十字架 他就生气 为什么在村子里面 他那个十字架数得最高 他就说你教堂里 你把十字架给去掉 因为一个教堂没有十字架 那是不是教堂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 中国拆了多少教堂 拆了多少寺庙 拆了多少关公庙 曾经有记载说关公庙 因为它是五圣们 又是财神 是中国供奉最多的 就是在老北京城里面 就有一百三十座关帝庙 你现在还剩几座关帝庙 这共产党 他是从德国传过去的一个邪教 他不容其他的宗教 他说他唯物主义 他其实他是绝对的唯心主义 他说他不信其他的这些封建迷信 其实他最假的是封建迷信 你比如说像江泽民到三峡去视察 他肯定要到封都的鬼城去的 李鹏也去封都的鬼城 他都要去 那你就说关公的脑袋没了 使得这个刘备的这个蜀国的命运 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他最后到他被灭掉了 我们当时在这个三峡做规划的时候 要恢复这个当阳的玉泉寺 半年以后玉泉寺就被列入了国家终点文物保护的这个项目里头了 玉泉寺在东汉的时候 他已经是很有名了 特别到了南北朝以后 他就更加因为南北朝那个时候 佛教啊什么 特别是佛教里面的禅宗啊 在中国传播的很快 当时的嘴吵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大师吧 在玉泉寺里面当主持的 有一天呢 他就在晚上打坐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这个关公的这个骑着马过来的 这么就显盛的样子 关公呢 在看到大师就下跪了 就说他是谁谁谁 然后呢 说他要拜一这个佛门呢 什么东西要开始修炼 在这里呢 是保护百姓了 所以呢 这个当时的这个主持呢 就在那里呢 他显盛的地方 立了这个纪念的这个东西 后面的皇帝就陆续的 把这个庙宇呢 做大了 开始供奉关公了 所以中国的这个 供奉关公的最早的开始 是从当阳的这个玉泉寺开始的 如果你去看那个三国演义啊 或者是看三国志 你就可以看到 里面都有这一段 就是关公这个显盛的这一段 王维洛博士指出 很多所谓中国所说的天灾 其实很多也是人祸 这个四川呢 这一次的庐山地震 大家如果去看一下的话 这个庐山这个地震的那个地方 就有一座大坝水库 坝高210米 那叫大港山水库 中国的七上台发布了 这个卢定地震的 一个九度烈度图的 就九度的这个烈度呢 是这次就地震破坏最厉害的地方 它的这个九度的区正好和大港山的这个水库的库区是重合的 为什么四川这些年来地震是不断的 四川以前有地震 但没有这么频繁 今年三月份和四月份之间 中国迹象局中国水利部 中国应急管理部都发布了这个今年的天气预报 说今年长江流域会发生较大的洪水 而且还说黄河 海河 辽河都会发生大的洪水 很可惜这个预测它没测准 今年七月份以后偏少一点 八月份二十天上旬 中旬之间呢 降雨降落比较少 洪水没有来 中共的对水库管理制度呢 就是说你在迅期到来之前 你把我水库里的水全部都放到最低的水位 等待着这个洪水的到来 比如说像今年六月十号这一天 三峡水库就把他的水库里的水放到最低水位 长江流域五万两千座水库 都是按照中央的统一命令 把水放在最低的水位 等待洪水的到来 特别是加上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国务院发表了一个河南郑州水灾的调查报告 反复的强调了习近平的一个指示 说习近平在最近几年里面反复强调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就是我十次防水把水放光了 有九次是错的 我也宁愿这么做 一般来说长江的洪水是六七八月 九月份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巡旗的后期 这十月份就进入到从巡遍窟的时候 所有长江流域五万两千座水库 现在统一的都开始蓄水的话 下面有多少水 我看了一下就是从九月十五号到十月五号这一天 就是三峡水库的水位从一百四十六米上到了一百五十三米 就是说三峡水库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就拦截了五亿多立方米的水 而三峡上游还有那么多的水库 他们也同样在拦截 那你说这些湖泊里没有水 他说天灾呢还是人火 那么我们回到李善邦教授说的这个天前理论 因为周朝的这个皇帝他在立国的时候 他的政权的这个合法性 他的来自于他的一个理论 就是说上天选择了天下 道德最好的人来管理天下 周朝的人来当皇帝 而把这个商朝给灭了 所以呢我们是道德治国 以德治国 那中共现在靠什么治国呢 其实他这么多年来 他就是靠他的所谓的经济成果 就是GDP的高速发展 就是一部分人的收入的提高 来作为他责政的合法性 但是当你这个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候 那你责政的合法性在哪里呢 他就失去了这个责政的合法性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